很多父母在宝出生之后都喜欢给宝带上手指,而且一般都是银竹子,其实这个时候给宝宝带竹子总体来说是不好的,因为竹子的重量对宝宝来说是很重的,特别在睡觉的时候,可能不停地压宝宝的胳膊,长期下去就会出现一个叶子,对宝宝的正常血液神带来影响。 如果宝宝年龄不小,就带竹子都有哪些危害呢? 一,影响血液循环,这个时候如果给宝宝带银竹子,银竹子的重量对宝宝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压力,宝宝的胳膊逐渐地就会产生一个影子,影响宝宝的血液循环,二容易误吞。 这个时期的宝宝口御是非常重的,如果镯子上面还有一些小装饰物,宝宝可能就会直接去啃咬,甚至把上面的小铃铛给直接湿到肚子里面去,给宝宝健康带来很大危害。 三,划伤皮肤或者过敏,一般来说,镯子的原料都是重金属,里面的铅各等有害元素,都有不小的含量,长期戴这样的镯子可能对宝宝的健康带来很大影响,甚至还会出现中毒,或者出现皮肤过敏等症状。 四,增加被盗风险,现在是会非常乱,如果给孩子戴上镜或者银竹子,在出门之后很容易被不发奔子砍上,这样就会增加被盗的风险,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给孩子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威胁。 小姐,有一次可见,宝宝年龄太小的话,最好不要打击或者银竹子,不仅对孩子的健康有很大影响,而且对孩子的生命安全可能还会带来很大威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